花联县政府举行的青年节庆祝活动 呈现在地青年引领潮流忠于争我的花联精神 现场习中卫表示 县政府会持续和青年世代并肩作战 陪伴青年走向创新创业道路来携手迈向国际舞台 向上延伸拔尖卓越 现场习中卫表示 花联县政府资历与推动青年全范围发展 无论是每年选送每十位国中高中生 赴美留学以及三位大专业院校生 赴得游学 还是青年HSH创新创业竞赛 县政府结合厂官学员各界的力量 提供咨询与陪伴 期望激励更多青年追逐梦想 并在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上取得成就 在大专院校 在我们高中的时候有我们的这个圆梦计划 在大学大专院校还有社会青年 有HSH的部分也有实践的奖金 另外更有创业归布里还有我们创新创业的奖金 所以这些都陪伴的大家一起来努力 所以在这里县政府结合了产官学员 来帮大家来陪伴大家走下去 让大家的创新创业之路有人陪伴 有人可以咨询有夜市可以为你来陪着你走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留在花莲的机会 那另外呢对于出国去参加任何的竞赛 其实花莲县政府也有经备的 所以比方说刚才我们的斯科大 驻军还有我们的Flavor也是如此 为了提供花莲青年多元丰富的创业资源 并邀请工业技术研究院 食材及资源研究发展中心 以及花莲各大专院校代表 并且在出席贵宾与民众的竞争之下 由现在许正位各方代表 续签产业大联合一项书 整合产官学员四大力量 营造友善营造环境 汇聚更加波涛汹涌的青窗潮流 记得继续观视频道